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呢发展成这个长城防火墙 这只是一道围墙 更多的其实就伴随着我们的手机和电脑 天天都在窥探着人们的秘密 所以我从来也没有呼吁过 在微信啊或者在微博啊 真的没必要犯不着 我们这么多年以来 经常能见到两种现象 一个呢说中国的这个电子支付 已经发达到许多国家都追赶我们的地步了 刷脸刷到什么程度呢 带个手机 无需现金 就可以进到一些实体店去购物了 可能有人也想到了 当你被这个政府需要屏蔽的时候 你的手机 你的手机卡 你的身份证 你的银行卡 都可以被政府用来 对你实行监控 对你实行定位 你即便账户你有再多的钱 你也碰不得 这个现象在很多地区 在个别的一些敏感人物身上 其实已经发生过了 只是大众还没有警醒 第二个呢 第二个我们经常见到有些人在催流 说我穷的只剩下钱了 人们往往不愿意说最后半句话 你欠的只剩下税了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作为统治中国的 中共的这么一个管理集团 它随时可以 制定出 他们所需要的法律 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向内地这么脏狂的 嚣张的炫富 一来 教养不允许 二来 黑钱见不得光 可能许多人觉得 这跟我们的生活没有关系 真的是这样吗 哎 你好你好 来 在中国 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去买房 你去买车 你的钱从哪来的 你真的按照政府宣扬的那样 你真的按照政府宣扬的那样 拉过税吗 许多人通过这个 虚假的首付 在亲友之间过户了房产 当政府真要跟你较真的时候 你的首付是从哪来的 不多啊 你说你首付只有百分之三十 甚至百分之二十 那这个几十万从哪来的呢 你怎么举证 你说我证来的 行 没问题 你的税单呢 你的工资流水呢 你是不是拉过税 那如果有些人 还有一些理财的产品 说自己投了三百万 我跟朋友借了九百万 现在我有一千二百万 投在哪呢 现在我要维权 我跟你说 他真的要想治你 分分钟 那九百万是朋友的 让朋友来自证就可以了 你的三百万 你来自证 你这钱从哪来的 你怎么证美 所以未来中国呢 他就不仅仅是 打老虎拍苍蝇的问题 大数据就带来了 这么一个副作用 它可以延续到 每一个普通人 我们以前总听说纪委 纪委还经常抓一些 不是官员的 说涉及到行贿 涉及到纪委的某一个案件 那么在社会上抓一些人 今年不一样的 今年来了一个监察 老百姓他也可以抓 他是跳开政法系统以外 另外设了一套班子 他是可以随便的监控 抓捕全民的 还有人说大数据给我们带来了欢乐吗 每一次科技的进步 都有一些走在前沿的科学家 在经历了科学上的这个变化之后 他发现他的科研成果极有可能 对人类造成伤害 所以他们选择了自杀 最出名的是去年的一件案例 美国的一个科学家 在人机交汇方面 他已经可能有了一些领先 这个人应该是华裔的 我记得不是很清楚的 他选择了自杀 为什么呢 因为他看到了科学的进步 不一定给人们带来的是欢乐 在中国的一部分地区 现在的所谓监控 已经深入到每一个人了 未来呢 未来将汇集全民 他会把你的祖宗三代查清了以后 他甚至比你自己都更了解你的身体健康状况 你想要干什么 可能你不知道 但是他通过你的言论 通过你购买的东西 通过你日常的 电子往来的这些凭证 他能梳理出一条你近期极有可能要做的事 这叫什么 这就是我们经常在电影里看到的未来世界 现在呢 唯一的好处 是美国禁止向中国出售一些芯片 高等级的芯片 目前中共是不能自制的 他们除了抄袭 只能生产一些低端的产品 所以人们的生活呢 还会有一些空档 还可以钻一些空子 还可以勉强的 说自己很悠闲 但是总会有 神经奔得很紧的一批人 现在呢 就是大批的官员 以及 跟官员有钱权交易的这帮商人 你好你好 现在 在中国 监控已经可以梳理出 你的财产 你的房产 甚至你包养的小三 你买的车 你跟谁有经济上的网 这些工作呢 其实 政府一直一直在做的 我们经常看到有一些孩子 被拐卖了 有一些报废车 买不了保险呢 他们还在路上跑 很多人 都在说 为什么政府 不利用大数据带来的这个 优越性 来解决这些案件 甚至电信诈骗 因为他们都是有 电子证据可以存留的 按图锁记就可以了 为什么呢 因为在温水煮青蛙 他们并不想暴露他们已经掌握的数据 任何一个政权 它最重要的目的是保持政权的稳定 它想做什么 不是你在下面鼓刀 它就听你的 到底是谁当政案 我们说的再多 没有用 政府 它最终的目的 是作为一个备选方案 一旦中国与外部世界开始隔绝 他们开不了圆 就得截流 就得整顿国内市场 整顿国内经济 打消掉 任何一种有可能给政权 带来危险的这么一些事物 譬如说他们下面马上 就会逼着全国的 中下层官员 以及依附于这个政权 不断的获得财富的这些商人来站队 通过政府已经了解的这些数据 逼着他们表态 逼着他们效忠 我们将会看到全国范围内掀起的一个又一个的运动 刚刚开始的阶段 他极有可能是针对 人们所痛恨的这些贪管 以及为所欲为的这些白手套 来换取下层人民对他的支持 你说你有多少套房 即便你现在去卖了 有用吗 你说你曾经买过多少车 你曾经去澳门赌过钱 你不管做了什么 政府掌握的数据 是可以联动的 他们只是按照自己 查阅的这个层级不同 设置了一些管理员权限 其实说到底就这么简单 我们不要再去异想 电子科技 电子支付技术 给我们带来的这些欢乐 许多人只是在解说 说电子支付 让人们失去了 对数字的敏感 帮助人们消费 促进了人们的冲动性消费 事实上呢 不是这么回事 所有的这些数据 都有人在管理的 他们还在辛辛苦苦的 不停的从我们的手机 从我们的这个电脑里 不停的调阅 拦截复制粘贴 建立更大的数据库 你如果在每一次运动中 你都能站队正确 那么你就可以成为 执政团队 自己内部社区的成员 你可以继续享受 而绝大多数老百姓 是不可能有这种机会的 麻烦了 如果我的视频 一直持续模糊的话 我就在考虑录播了 其实真的 没什么 我没觉得我说什么呀 那我说的都是中国实实在在发生的事 我又没有特别的去攻击谁 或者说我说的只是很浅薄的 我自己看到的一些东西 我又没组织起义 我又没鼓到买枪 犯得着吗 再关他两天吧 真的要不行就改录播 咋办呢 我也没办法 其实呢 视频的这个卡顿极有可能 还是网络的问题 因为泰国它是有限制的 它对这个游客 就是你持旅游签的 那么它购买这个网络套餐的时候 它是有限制的 就我现在买的 已经是最大号的这种套餐了 在游客里面它不可能比我这个套餐 油量更大 但是毕竟你不是常住嘛 就它一年以上两年的这种套餐 跟你只能买三个月的 它是不一样的 没办法 您好您好 其实不是我说的话题精彩 而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 它在不断颠覆人们的底线 就我们以为政府做的已经很不要脸了 但其实呢 他们做了很多 他们并没有说 或者说他们包装出来以后 他们说出来的话语 让你觉得呢 没那么严重 然后我们又听到了一些专家在那解读 搞得玄玄乎乎的 谁都听不懂 他说的这些数据 我们根本就觉得与现实无关 其实呢 这都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事 你不用去搞那么多术语 是不是 我们平常知道 我们自己使用的一些电子工具 它是不安全的 但是我们也没做什么特别的事啊 所以就觉得政府不会关心到你 其实呢 今后 它会跟你算账 你在哪买的房 你在哪转的账 你喜欢吃啥 甚至你去看病 你在网上买药 甚至你昨天查了 什么药壮 什么东西壮阳 是吧 我买一泰国伟格要多少钱 买一正宗原版的要多少钱 如果说中国内地仿造的 有没有什么副作用 它对你的健康 其实比你更了解 它甚至对你的兴趣爱好 你某一个时刻的突发奇想 它都忠实的做了记录 那么目前呢 对老百姓来说 还不是最危险的时刻 现在危险的不是咱们 现在危险的是官员以及商人 因为政府呢 他要想把国内的民心啊 或者说 获取民心 那他就得树立一些榜样 反面的这种典型 他得去杀鸡儆猴 那么他首先要抓的 就是这些有房有车有钱的 来路不正的 或者说偷税漏税的 对不对 你说你有钱 你说这混得好 你这钱从哪来呢 他随时随地制定一个法律 你就不合法了 知道吧 他要是跟你叫起针来 你过往正的钱也不合法了 你曾经利用什么样的手段 获得的利益 当你政治站队错误以后 你也会不合法 他会一件一件的把证据亮出来 让你感觉到 老达哥的监控确实很可怕 他目前 还不会对全民使用这些手段 因为犯不着 你没有值得他榨干的东西 他马上外汇不够了 他要什么 他要黄金 字画 古丸 外汇 他要这个东西 你有吗 是不是 大多数老百姓手上没有 那么什么人有呢 对不对 那他要抓的其实是这帮人 跟我们目前没关系 就像犹太人在纪念碑上刻的那段话一样 是吧 他们抓共产党的时候 我站在边上看的 因为我不是共产党 他们抓犹太人的时候 我不是犹太人 我抱个膀子站在边上看 等他们往我扑过来的时候 我一看周边已经没人了 其实我们遇到的就是这么一个现象 中共49年获得政权以后 他们也是分阶段的 发起了一个接一个的运动 是我没用华为的手机 我用这个 OPPO还是专门为泰国定制版的这种 国际版 那么国产的软件呢 我这部手机上是没有 不对 他自带的有一个手机管家 别的就没有了 那反正我对这个东西呢 我觉得无所谓 因为我 我没觉得我说啥呀 我说的都是实话呀 我又没给他编什么故事呀 对不对 这我们就不谈了 我现在就说 真正对 大多数老百姓 最危险的时候 他其实还没有到来 他现在马上要的是钱 要的是外汇 要的是硬通货 老百姓手上没有 他现在马上要抓贪官 要打击这些在政治上 不靠拢政府的这些商人 他是能换成钱的 就他打击的目的 不是为了为民除害 让我们白开心吧 或者说损人不利己 白开心 不是 他是为了巩固政权 打你的目的是把钱拿过来 这叫什么呢 重庆时期有一个说法 叫黑打 听说过吧 就很多人还在鼓到那个薄熙兰呢 是吧 就那文革的时候 把他跌肋骨都踩断几根的 这种人在中国历史上 把他称为什么呢 称为叫武力 就这种人 不说把他嚼死 最起码也得流放三千里 我们以前呢 看到抓贪官 都觉得特别开心 都觉得特别开心 很少有人去想 没有一个官员是自己到菜市场买个萝卜回来磕的张当的官 都是组织部 发的这些任命 对不对 中国犯罪率最高的是中央党校 是吧 那么所以呢 我们还能看一段时间 因为现在要打击的 他首先不是老百姓 而是中下层的官员 以及依附于他们权力 用来挣钱的 就平常欺压在我们头上的这些商人 这些商人呢 不知道自己姓啥了 他们跟这个权力结伴以后 就觉得自己是皇上了 他们甚至认为 他们也懂政治的 现在要倒霉的 就是他们 当然了 紧接着他还会有一个又一个的运动 他会逐步的贴近我们的生活 走近离我他 好了再见